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前两天干活的时候,路过这里发现这条小河里面有好多鱼在游动 昨天晚上在这里布置了一个南河大网 现在走过去看一下有没有收获 就是这条河了,南河大网就在那里了 现在先把桶放下来 还要脱掉鱼服,走过去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货,这里比较偏僻 一般人很少过这里来的,半个月的话也是没有事的 有货哦 还是有蛮多的 有好多条啊 有一条大一点的 还有很多针小鱼 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先 应该是没有了 就是这几条了 有罗飞 一条大驴 还有很多荷花驴 现在过去把桶拿过来倒出来了 先把它绑就不让它过去了 怕它等一下走就去了 这只收获了 这只收获还是挺不做的 好把它倒出来 说明这条鱼还是很有货的 现在把它绑起来 再从上面再擀一次 然后再把这个网收了 今天就不放过夜了 先把这个放到岸上去 再过去 在上面擀下来 在家里带了这根棍子过来 等一下拿这根棍子来驱擀 这边就深了 这里可能有两三米这么深 走到上面去 好就从这里开始了 一般鱼都会藏在这里草下面 在这边擀下去 看一下还有没有收获 这里不是很深 这里浅 下面有好几株很深的 好几株很深 这里太深了 就不下去了 今天有一点冷 是没有收获 最后一边不介意 一边 10分钟 3分钟 3分钟 2分钟 1分钟 1分钟 4分钟 2分钟 3分钟 4分钟 这里太深了 好,现在看一下有没有货进来 好多这个树渣 有一条大货 大罗飞 又有两三条小的 这爽了 有一条白白的这种 倒出来 这一只鞠杆还相当给力 收获了三四条鱼 有一条大罗飞 还有很小的核花鱼 还有一条白白的小小的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鱼 估计得有几斤重了 好,现在先把这个鱼网收起来 等一下小的把它放了 好多这个树渣 今天我们这边才十几度 在水里面还是非常的冷 现在手都起那个漆皮了 哎呦 上了 现在把小的放了 这些也太小了 不要了 有好多条啊 好,小的已经全部放了 太冷了 现在要赶着回去换一下衣服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日本再见了 拜拜